我真的沒辦法講 我問我一下 完美 和牛就感濕這個味道 好好吃喔 這個芝麻香爆開的時候 它又會讓和牛又多了一個層次 變得更香 它的醬料實在是太香了 然後味道也非常豐富 我想再吃和牛喔 不行不行 別介紹便當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 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就是由石岩市和巴蘭山丘 一起聯合推出的 三中寶盒 我知道你這時候一定在想說 什麼東西 臉都沒有聽過 其實它就是之前在IG上爆紅的 香港限定炭烤燒肉便當 那它的特色就是在這個便當裡面 它會附贈一個迷你的炭烤 所以讓你在家吃便當的同時 也可以邊烤邊吃 那現在終於在台灣也買得到啦 那這個三中寶盒分成兩種 一個是牛乳花寶盒 一個呢是日本和牛寶盒 那我們今天呢選擇的是 日本和牛寶盒 那我們話不多說 馬上來開箱吧 噠噠 這個是我們的日本和牛寶盒 其實外觀上看上去呢 我個人覺得它很像一個 變餅禮盒 現在中秋節快要到了 感覺送這個給人家 你不太以為它是月餅耶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打開看看吧 哇 其實看上去還算是蠻豐富的 不過首先我們看到肉片的部分 其實給的還算是不錯 因為畢竟是和牛嘛 那我們再看到這個炭烤爐的部分 它裡面呢有兩塊木炭 是還蠻小的 大概呢就跟我的手掌一樣大 其實蠻可愛的耶 麵糟的部分呢 它大概算三菜一半啦 然後有附生顆番茄 還有這是什麼菜味道 然後飯的部分呢 看起來好像有做過調味哦 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它的飯 旁邊呢有附一個泡菜 還有一個是聽說他們自己做的 特調醬料 等一下我們也來沾沾看 好那稍微簡單的介紹完之後 我們現在要來研究一下 怎麼把這個烤爐給點燃 其實裡面呢都有放蠻多的東西 還好呢在它的蓋子部分 它有做焦虛 用火柴點燃爐炭 大概五秒鐘 哦那其實蠻方便 好像蠻簡單的耶 哼 也沒有多難嘛 不過在拉的同時可能要小心一點 它好像蠻容易 我來剛剛提醒大家 炒了一根 接著呢就用火柴點燃 1 2 3 4 5 好 軟軟燃再次 1 2 3 4 5 太燒到我的手了 接不起來完蛋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第一人牽絲 這個燒它它真的沒有反應耶 不錯它燒的是炭 還是我的手 我的河牛 我的河牛要退冰啊 經過了一番努力之後呢 我們終於呢把這個炭爐給點起來了 但是現在有一個小問題就是 它不是說是什麼 煙的炭爐嗎 但其實它現在一直都有煙耶 記得窗戶什麼的要打開 那好 我們現在就來 好我們的河牛囉 好開心喔 它這也有布夾子耶 好貼心喔 好可愛喔 究竟它可不可以烤熟呢 其實它點燃之後呢 溫度就很高囉 它現在的旁邊整個濾鍋耶 都非常燙 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 它雖然沒有像一般我們去吃外面的那種 燒肉店的那種速度 可是慢慢的慢慢的 還是有稍微在變熟 而且畢竟河牛 本來就不用吃到全熟了 那河牛 欸有有有有 不是啊不是 啊 讓大家看一下 燒到一半的話會變成這樣 因為其實溫度上呢還是蠻多的 我發現一個 非常讓我驚訝的事情 它的河牛其實給的超多的 這一盒下面 都是河牛 超多的耶 超誇張的 大概有個十幾二十片吧 如果這樣子五九九的話 那我就覺得算是不超所值了 那我們現在就話不多說 馬上來吃吃看 剛剛烤好的河牛 這邊呢有三片 大概五到七分熟 然後這邊呢有一片三到五分熟 來吃吃看它原本的肉質到底怎麼樣 先從比較深的開始吃吧 我覺得口感上呢 是好的 還是有保有河牛的那種油脂 不過 吃起來有一個 奇怪的味道 那你不確定是不是 炭烤所帶來的味道 那沒關係我們先吃吃看 五到七分熟的會不會有這個現象 五到七分熟的河牛 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這本身的河牛有做過一些調味啊 或者是醃漬 那它需要透過這個炭烤的過程 才可以融入在這河牛裡面 但是到五到七分熟的河牛的時候 吃起來就是 完美 河牛就開心這個味道 好好吃喔 也沒辦法講 我聞聞一下 而且它的河牛片上面 還有添加白芝麻 那芝麻香爆開的時候 它又會讓河牛又多了一個層次 變得更香 怎麼那麼好吃 剛剛烤試配好像有點太少了 醃漿的部分 聞起來有一點 泰式酸辣的感覺 其實這個河牛吃原味就非常的好吃了 這個醬料看看 這個醬料是好吃的 甚至帶有一點 焦麻花椒的那種味道 其實都是非常的出來的 鹹度的部分我覺得還好 它的醬料實在是太香了 然後味道也非常的豐富 建議不要沾太多 稍微沾一點點就好了 好想再吃河牛喔 不行不行 先介紹便當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它便當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算是比較一般的日式便當 一直很好奇它的飯 因為它的飯顏色是 淡咖啡色 然後是做了什麼樣的調味 我覺得它跟一般的白飯 味道吃起來沒有太大的差別耶 也沒有特別鹹 所以我在想說它是不是 用很少很少很少的醬油 它過個顏色而已 那如果你有吃過這種類似的飯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讓我長長知識 那接著我們吃吃看它的玉紫燒 蠻大塊的耶 它剛剛把它塞在這個角落裡面 就小小一塊 拿起來之後 哇 蠻扎實的 但是我對於玉紫燒的一般印象呢 其實是要再更嫩一點點 咬下去的水分有一點多 我更覺得算比較一般一點 那我們吃吃看它的菜 我覺得菜的部分啊 它好像有做蠻重的調味 吃起來帶有一點酸味 和風醬的那種感覺 不難吃 只要你沒有很怕酸的話 也算是中規中矩吧 搭配著和牛吃的話 解減膩還是蠻好的 然後那我們今天的美食心筆開箱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心筆值算是還蠻高的 就平那一盤和牛 我覺得599的價格 是值得去嘗試看看的 它有幾個 我個人認為的小缺點 它的碳烤爐 沒有那麼容易點燃 我剛剛至少點了5分鐘有吧 然後那點燃之後呢 其實它的那個煙 是還蠻明顯的 希望真的沒有被發現 不過畢竟要碳烤 好像也沒有辦法 那整個飯的便當的部分的話呢 我覺得其實都中規中矩 整體來說的賣點呢 真的是你可以自己在那邊刷和牛 刷完還熱熱的 馬上就拿起來吃 這就是我覺得這個三種飽和 最值得我們去購入的一個店了啦 它現在是在北車的實驗室可以買到 也可以是外送的 只是說你就需要付一些外送費 像是我在新裝 那從北車送過來呢 需要170的運費 所以稍微有一點點貴啦 不過千萬要記得 開窗通風或者是開衝風之類的 讓空氣流通比較安全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期見吧 掰掰 欸欸欸欸 不是他不用點啊 那一次 那一次那一次 會不會等一下這一碗裡面 就看旁邊全部都是火柴 會不會這一盒火柴都點完 我們都沒有辦法把這個碳爐給點起來啊 不是我沒辦法 你啦 這怎麼點啊 但我們已經失敗三根火柴了耶 而且它會一直熄掉啊 開了完蛋了 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 告一告一告落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我們當然要來開箱 我們第二次那邊 來電子 多日間